先看第一个 第一句话就蛮让人感动的 第一句话他说 今年是喜欢你的第十年 蛮厉害的 我也是 你们是不是 谢谢 然后说有好多话想跟你讲 但真的到要说点什么的时候 一下子还不知道说什么 在你身上总能获得很多的正能量 也有性能被你的歌声治愈 然后不要因为开演唱会 就不好好吃饭不好好休息 看最近的视频真的是又变瘦了 要好好吃饭要好好休息 不要太累了期待你的巡演 最后自在透亮之旅 好好吃饭好好休息自在透亮 期待接下来在演唱会上 跟大家状态满满的见面 下面第二封信 第二封信把最重要的事情 写在了第一句 自在透亮之旅 对对对 带了话题 对带了话题 很乖的一个朋友 说王源哥哥筹备了这么久 终于在今年要开演唱会了 很期待与你相见 但是作为一名备账高考的学子来说 不能够与你一起去客厅狂欢 真的很遗憾 虽然不能与你相见 但是看着手机里的你 如此热衷于音乐 我也同时享受你给带来的音乐之旅 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那就期待我们下一次见面吧 要高考 有什么话对高考的汤圆而说的吗 对第一句话呢 就是希望你高考顺利 然后就跟刚才那位粉丝 对我的期许一样 好好吃饭 好好休息 希望你能考到自己想要考到大学 然后呢 期待我们下一次相见 今天现场有没有要高考的 最好没有 要不然家长会说怎么不再读书 希望大家都能够工作学习顺顺利利 是的 下面第三封信 来有请小元 第三封信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自在透亮之旅 好 说今年哥哥要开演唱会了 已经大学了 凭借自己的能力 终于有机会去见遥远的朋友了 我终相信只要 我终将相信只要想见面 就一定会见到 借着你的光 我看见了我从未看过的世界 谢谢你 努力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教会了我很多 希望你在各 在自己所喜爱的领域越来越好 我们会永远的相信你 支持你 希望这位朋友你也是 耶 有什么话对 这三个我相信只是代表 还有很多 是的 喜欢网友的朋友 都在默默地关注和支持 今天可能不一定能够 在现场有什么话对 对着镜头好不好 跟所有的期待 你演唱会的粉丝分享一下 对 希望你们也能够一切顺利 然后在你们自己的领域 发出属于你们自己的光 好好的照顾身体 对 然后就是这样 你也是